大家期待已久的成龙大哥的片子《绝地逃亡》上映了 效果不错 第一周票房就干了五个多亿 很多人看完了之后 不由得由衷的感慨 说成龙都62岁了 还这么猛 这个片子还是他经典的那种玩命的套路 你想我们看到的这些武打明星 有谁能年过四十还能保持状态 基本都是走下半路的 可成龙竞临62岁 还能坚持这种风格 真不容易 值得大家挑大门哥 了不起成龙 也有人说 现在看他这个绝地逃亡 可没有看什么A计划警察故事那么过瘾了 好像他打的呀 这速度也慢下来的也不那么有劲儿的 其实我们想想62岁的人呢 不用任何电脑特效 就自己玩真的 能到这个程度得多不容易 跟了大哥17年还没一部电影 大哥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虽然合作了快十七年了 没怎么变 你的身边有危险 你知道吗 就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 成龙还有类似的片子 你看不看 我估计所有这观众朋友都会说 还得看 因为像成龙这样独一弯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所以我说成龙的东西 在当今的电影界是最稀缺的资源 然后资源